同学们好 从这次课起 我们进入矿物质各论的学习 我将分为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两个部分来介绍 每一部分呢 我会选取一到两种有代表性的矿物质重点学习 那其余的呢 还希望同学们课后花些时间自己来学习 随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和我或是我的助教们来交流 好 下面呢 我们就先学习常量元素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钙 钙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矿物质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否留意过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当人成年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的身高反而呈现了个逐渐降低的趋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支撑人体主要身高的恐怕要是我们的骨骼系统 我们来看一眼 随着年龄的增高 其实我们的下肢骨的长度变化并不明显 假如我画一条线的话 同学们看到了变化不明显 那么高度的主要变化发生在哪呢 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 主要发生在脊柱这个部分 是脊柱的绝对长度缩短了吗 还是每一个椎体缩短了 你是怎么看的 好 我们可能发现了 很大程度上是脊柱的曲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比较一下这三张图 年轻的时候曲度相对来讲弧度比较小 整体挤柱相对来讲比较值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曲度逐渐增大了 从宏观上我们也就看到了绝对身高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加 我们挤柱的曲度逐渐逐渐增大了呢 你是怎么想的 相信有医学背景的同学 可能会想出很多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可能你会想到维持 那上下两个椎骨比一比看 有什么区别吗 你们可能发现了形状不一样 是的 这是一个发生压缩性骨折的椎体 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由于它骨量的流失 骨骼的强度的变化 在不知不觉中 可能就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椎体的压缩性的骨折 很多骨折可能这个老年人自身都没有留意 在某一次做体检 可能拍胸片的过程中 偶然发现 哦 自己还有一个或两个椎体的压缩性骨折 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少见 那 我们看一张实际的 椎骨的CT扫描图 我画红圈的这个部位 就是一个出现压缩性骨折的椎体 同学们看 它平滑原本应该是平滑的椎体外轮廓 平滑消失了 出现很多的断断 这就是一个出现了压缩性骨折的椎体 那像这样的椎体 如果在脊柱上频繁出现的话 同学们可能就会想到了 整个脊柱的承压性 就要将原来明显下降 取而代之的呢 整个的脊柱就要呈现过度的弯曲 过度的弯曲从形态上来讲 可能我们看到日常生活中 就是人驼背了 我们可能会发现 有不少老年人的脊背 不像年轻人那么直了 我们称之为驼背 驼背可能影响的不仅是我们的外观 同学们还看这张图 你看 整个脊椎 它取度的变化 直接影响的就是胸腔和胸腔脏气 我们胸腔内重要脏气 有肺啊 心脏啊 都在里面 于是我们就发现 在很多具有这种驼背陷下的老年人身上 经常发现的就是肺通气的障碍 原因呢 通心我可能能够体会到 这样一个体位 肺脏处于一个受压的状态 通气受陷 通气受陷 可能就是导致肺部感染的一个前提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年人的肺部感染 也是经常发生的问题 同学们可能看到了 一个简单的 椎体的取度的变化 出现了 激发后来这么多这么多 老年人的后继的常见病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椎体会发生这样的骨折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同学们请看 我这儿有一张图 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 是不是会有同学说 这是一个马蜂窝 很像 那么这张图呢 是大马蜂窝吗 很形象是吗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鸟巢吗 还是一些甘树枝 那么再看看这张图 这是断了的树枝吗 还是一个没有建成的鸟巢 继续再看 这张图呢 哦 有同学说 这我看出了 这一定是个立体的鸟巢 是这样的吗 那么这张呢 哦 这是一个还没有建成的 或者是被已经拆的差不多的鸟巢 你看 它好多的树枝都断了 好 同学们 其实 我给大家的这几幅图呢 恰恰是我们骨骼内部的图像 它呢 是我们的骨小梁 骨小梁这个名词 可能大家并不陌生 它在我们骨骼的内部 尤其是在松脂骨部分 别看它长的这种形状 但是它起着支撑我们骨骼的形态 以及维持我们骨骼的承受力 维持我们骨骼的硬度 以及韧性 很多功能都是需要它来维持的 那么A和B可能同学们看出区别来了 形态不一样啊 它都是我们的骨小梁吗 是的 A是我们正常人的骨小梁 但B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骨质疏松患者的骨小梁的虎像 骨量是明显丢失的 那同时伴随的就是骨小梁 变薄 变窄 甚至有断裂 同学们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小梁支撑在我们的骨骼里 我们骨骼的骨折风险 那要比正常的骨小梁 是不是就明显加大了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的老年人 经常出现骨折 或者说骨折是老年人的一个高危 高风险的一种疾病 为什么呢 老年人的骨量流失了 随着年龄增加 应该说可能到了七八十岁老年人 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骨质疏松症 骨量都达不到年轻时的水平了 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认识一下骨质疏松这种病 世界卫生组织对骨质疏松的定义是这样的 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 骨的微观结构损坏 从而导致了骨的脆性增加 使得一发生骨折为特征的这么一种全身性的骨病 同学们需要注意全身性这三个字 也就是骨质疏松不是只发生在某一块骨或某几块骨的 是累积全身的骨骼系统的 好 美国国立卫生院 它对骨质疏松的定义是这样的 以骨强度下降 骨折风险增加 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 定义虽然有些许字上面的差异 但同学们看到了 首先骨质疏松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其次呢 它都会导致骨的脆性增加 容易发生骨折 或者说发生骨折的风险 是明显增加的 可能同学们平时对人类的慢性病 诸如管心病啊 高血压呀 脑中风呀 糖尿病啊 恶性肿瘤啊 对这些了解的比较多 对骨质疏松可能了解的不多 或者说从思想里认为骨质疏松 它的危险性应该比那些慢性病要低 其实真的不然 同学们看一下统计数字 至咱们中国前卫生部 也就是现在的卫生计生委 它在2003年到2006年 对中国做的调查显示 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 骨质疏松的发病率达到了15.7% 其中以女性更高 女性有30.8% 这多大的一个比例啊 那男性呢 可能有8.8% 比例也不小 那么换过来再看 2050年 世界卫生组织 对全球的骨质疏松 也有一个统计数字 全球每年宽布骨折的发生历数 将由1990年的170万例 直接增加到630万例 那么其中半数呢 都分布在亚洲 我们中国就在亚洲 这是包含我们中国在内的 那原因呢 与我们后边要讲的 膳食是有关系的 同学们听下面的解说 另外在2004年 美国卫生局 他做了一个统计 说每年有150万例的 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 他会给美国带来 120到150亿的 直接的医疗保健支出 多庞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随着时间的进展呢 咱们再来看一看 他预测到2040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要直接增加到500亿 从而超过其他的慢性疾病 哪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 咱们老百姓更熟悉 或者是更加经常挂在嘴边的 那几种慢性病 好 通过这几个统计数字 同学们可能对于骨质疏松 有了一个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那我今天要讲的钙 在骨骼或者是骨质疏松的 发生过程中 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我们来看 人体的骨骼主要由两种成分组成 有机成分和无机成分 有机成分大概其占到30% 无机成分大概其占到70% 那么有机成分里以胶原蛋白为主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个无定型的机制 无机成分里边呢 主要就是矿物质 其中以钙为主 尤其是钙和磷结合成的枪明灰石 这种结晶是构成咱们骨骼最主要的物质 那么骨骼里面的钙是如何进去的 它又是如何维持骨的健康的呢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机制 我呢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同学们需要认识骨骼里两种细胞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顾名思义 相信同学们听到这个名字 会对它有一些理解 成骨细胞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使钙尽量的进入骨骼 参与骨骼的构建 那么破骨细胞的作用恰恰与之相反 那就是溶解骨骼 使里面的钙释放出去 大家看这就又形成了一套平衡体系 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个体 骨骼还在不断的长长 骨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平衡是偏向成骨的 成骨作用比较明显一些 或者说成骨作用要超过破骨作用 那就使得骨量再逐渐的增加 那到达成年以后呢 骨骼基本上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 这两种作用大概其就是一个平衡态了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 可能这个平衡又会慢慢被打破 破骨作用逐渐占了优势 那成骨作用相对的减弱下来 那么可能整个的骨骼的平衡系统 又出现了骨量逐渐丢失的状态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上了年级以后老年的状态 那直接相关的疾病呢 就是骨质疏松了 简单的给同学们介绍 这两种细胞的作用 就这样 那好 我们现在给同学们画一张示意图 请同学们仔细地了解一下 大概其这两种细胞是怎么工作的 怎么来维持骨骼的健康 先请同学们看一张正常人的示意图 首先呢 那破骨细胞会附着在咱们骨骼的表面 它要发挥作用 什么作用 溶解骨头的作用 大家看到了 破骨细胞把骨质溶解 那形成骨表面的凹槽 或者叫空洞都可以 那溶解了以后 成骨细胞就要发挥作用了 你看成骨细胞已经规律地排列在了这个凹槽上面 它在干什么 回想咱们刚才讲的那张图 它要把钙和磷等等矿物质形成枪林灰石 附着在咱们这个凹槽的表面 去填充这个凹槽 以新代旧 重新造骨 那么大家看 完成任务了 这个凹槽得填平了 被吸收的骨量和所形成的新骨 其实是相等的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平衡态 如果画一张循环图 大概就是这样的 先是骨吸收 破骨细胞的作用 然后形成空洞以后 成骨细胞再发挥作用 见骨 最后新骨生成 这样一个循环状态 那正常情况下 当这个平衡是稳定的 成骨作用和破骨作用是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的骨量是维持稳定的 但是对于骨齿收松的患者 我们再来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当然第一步是没有问题 相同的 是破骨细胞呢 会附着在咱们骨骼的表面 来发挥作用 它也会将骨质吸收 但是同学们可能看到了 它吸收的这个凹槽 要比正常的多一些 或者是大一些 也就是破骨作用 要相对强一些 那按理说吸收了更多的骨质 我们应该能够再多造一些骨 来填平这个凹陷 或是填平这个小空洞 但是呢 咱们的成骨细胞 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因此它建造的这个骨量 填不平这个凹槽 那就会使得这部分的骨量 叫原来有部分的缺失 如果记忆体的骨骼 好多好多部位 都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那最终的结果呢 就要形成咱们前面 那张幻灯片画的 那个像马蜂窝一样的 骨小梁的结构 马蜂窝变大了 空洞变大了 但是马蜂窝之间的连接呢 也就是骨小梁呢 变薄了 变窄了 变脆了 甚至有的就断裂了 整个骨骼的机械强度就下降了 这是同学们看 正常和骨质疏松骨折 它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张图呢 横坐标是人的年龄 纵坐标是咱们的整个的骨量 我为什么要给同学们介绍这一张图 因为在生活中 可能你们有体会 一说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 或骨质疏松性骨折 往往我们发现 女士的发病率 要比男士的发病率高 而且高的不是一行半点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这里请同学们看的 这两条曲线 我们给它统称为人体的骨量曲线 我们把这个曲线的最高峰 叫做峰值骨量 或者叫做骨量的峰值 咱们可能看到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大概其这个峰值出现的时间 在三十岁左右 当然了 不同种族的个体啊 这个值出现的早晚 会有一些差异 对于咱们亚洲人来讲呢 大概其这个峰值骨量 就出现在三十岁左右 但是同学们可能看到了 女性的峰值骨量 是比男性的峰值骨量 平均来说 是要低了一大块的 而且咱们看这条平滑的曲线 在二十岁 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个之间 咱们说或者说 进了峰值骨量之间 有一个相对的平稳期 之后呢 就呈现一个缓慢的下降 但是对于女性来讲 同学们可能看到了 当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 这个下降成了一个快速的下降 这个峰就不是一个平滑的下降趋势了 是个快速的下降趋势 这个一般是进入女性更年期 大家都知道 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 磁激素的水平是明显下降的 而磁激素恰恰是维持咱们 成骨作用很重要的一种激素 而当这种激素一下水平降低了 成骨作用就明显下降了 而破骨作用相对变化不大 那么整体体现的这个平衡 由于那平衡态就失平衡了 成骨作用低了 破骨作用为时不变 那整体呢 这个骨骼的盖平衡 就呈现了一个盖流失的状态 这一块就是这个意思 那同学可能看到了 这两条不同的曲线 在性别之间是有差异的 那在人种之间也会有差异 骨料风质定义 请同学们记住 是人体在生命成熟时期获得的最高骨料 而这个值是有保健意义的 怎么说 营养学家们研究发现 人体在进入峰值骨量之前 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膳食模式 尽量的摄入与骨骼建造相关的这些矿物质 当然尤其是盖了 来提高我们的峰值骨量 进而降低我们今后发生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 同学们看了 在从成骨开始 从零碎开始到出现骨料峰值 这段时间 我们充足的进行骨骼相关元素的补充 尤其是盖元素的补充 我们可能会 假如由这条曲线 我们往上跨 跨到另外一条高的曲线 峰值骨量高的话 那我们一旦进入骨骼的 缓慢的衰退期的时候 这个曲线也会平滑的下降 我给同学们额外多画出了两条线 可能代表不同的人种 或不同的人群 你们会发现 不同的人种不同的人群 它们的曲线是不完全一样的 虽然出现峰值骨量的时间 大概是相同 但是曲线的走向并不完全相同 那假如同学们 我给大家画一条直线 假如骨量在这条直线以下 那么骨折发生的风险就明显增加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么处在这条紫色曲线上的人 他可能在很年轻的年纪 大概就是40岁左右 他可能发生骨质输送性骨折的风险就明显增加了 而这条红色曲线呢 可能要到50岁 那这条黑色曲线呢 可能要到60岁 而最上面条蓝色的曲线这个人呢 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发生骨质输送性骨折 或者说他这一生发生骨质输送性骨折的风险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 我们在出现峰值骨量之前 尽量通过改善我们的膳食方式 摄入缴好的构建骨的这些个营养元素 使我们的骨量峰值尽量高 那这样就使我们升高骨量曲线 降低我们今后发生骨质收封性骨折的风险 所以目前呢 我们说提高骨量峰值 也是一个积极预防 年长以后发生骨质收尽骨折的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那无论从营养上还是从运动上 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说法 提高峰值骨量 好同学们 刚才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了 钙和骨健康的关系 那么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适当的摄入膳食中与骨骼相关的矿物质 健康骨骼 健康一生 叫喜与骨骼